繼六月份美國捐贈給臺灣 兩百五十萬劑疫苗之後 昨天美國宣布 再捐贈一百五十萬劑莫德納給臺灣 預計今天下午運抵臺灣 三十一號 從美國肯塔基州出發的華航貨機 載運著美國贈送給臺灣的一百五十萬劑莫德納疫苗起飛 秦政院長蘇貞昌臉書曝光這段影片 感謝美國再度贈予臺灣疫苗 並表示臺美在急難中互相扶持 這就是真朋友 真進展 駐美代表蕭美琴也現身機場送機 照片裡身穿桃紅羽絨外套的他 前往聯邦政府特約倉庫簽收 並且參觀疫苗倉儲配送作業 零下負二十度的極低溫冷凍倉庫 連眉毛都會立刻結霜 他感謝美國人民對臺灣的支持和慷慨愛心 第二批一百五十萬劑的莫德納疫苗 預計今天抵達臺灣 加上先前美國政府已經捐贈給臺灣的 兩百五十萬劑莫德納疫苗 累積總數已經達到四百萬劑 美國在臺協會AIT指出 這些疫苗的捐贈展現了 美國對臺灣的承諾 臺灣是美國重視的夥伴 以及可信任的朋友 記者 朱鋒至吳祺昌 綜合報導 主薦